好,新闻聯播 我做什麼事? 首先是沒錯 要帶課 因為現在很多都不太入書 大家多多碰上 《否釋港股歷代牛熊》 這是實體書 因為網上版 是網上版,是我們的掃墊網站 希望你們多多封場 是講香港的股票史 是有寫香港歷史的一部分 因為我會出一系列關於香港歷史的書 其實我對香港歷史的興趣本來是一半的 但是因為幾個原因 這個本來是炒股密碼的一部分 後來就抽了出來 然後我再將它加長了 三萬折比八萬多次 將它變成一本書 由於它是香港的股票史 所以我相信會一直寫下去 會一直繼續寫下去 可能五年之後會再加長 變成一個長期寫香港市 你們都是教香港市 有 最近有些工作 是 還有就是因為 我在大陸的今天頭條網站 有開始一直寫 我星期會寫三篇 因為實際上 他們對於我寫的其他東西 全部沒有興趣 對於我寫香港的東西才有興趣 那我就會給香港歷史的東西寫 之前在黑部的時候 寫了和Henry Potter 跟我們革訓寫一本書 就出了四集 其實在那裡的時候 其實我負責寫了一堆香港歷史 所以過一段時間的歷史 所以就變成無端端 我就是一個很不喜歡寫的香港市 因為我喜歡對股市有興趣 我對近代史沒有興趣 但是 我可能都會做緝了一本書 所以就變成香港市 有一個香港市的系列 這本書是一本工具書 網絡裡面很多都是一些 Hard Beta 你有沒有看過 網絡一下 我一向都在炒股有興趣 不過這本書我網絡一下 如果大家對炒股有興趣的 研究一下 就應該會在於日後你的股票投資 當然啦 如果大家還是想做師太股神的話 不買也沒什麼所謂 師太股神是不看也沒什麼所謂 他大概是從歷史之中 希望能夠發展到 或者是解釋得到一些我的股票理論 因為從歷史中引鑑出 原來我講的歷史理論 是從股島感都是通的 都是能夠批評得到的 我其實都想搞一些 美國先來日本市的股市 但我想我沒有時間寫 我想叫人寫 但問題那些人又沒有時間寫 或者A股市那些問題 你沒辦法 因為自己寫的時候寫不到 好 好 說完這件事 馬力大元霍希望大家多多捧場 訂購我們這本書 第一單就是這個 賢學施政案 賢學施政案 昨天都算不算均動呢 都算均動 因為各大報章都用什麼 陳呼籲不用安心出行 對總政權集務抗爭 三人被捕 裏面也說到 國安處拘捕了一些人 招惑了一大堆的朱古力 魷魚絲有無路路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討論 就是問 不用安心出行 還是魷魚絲 朱古力都為害國家安全 對此 其實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 也有解釋到 其實不用安心出行 不是沒問題的 但他呼籲不用安心出行 這個組織的背後要求是什麼呢 是要填假資料 破壞相關的制度 也就是說 他那個不用安心出行的表證 實際上是想破壞制度 還有也說過這個組織 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對於他們來說 不是一個口號 是一個所謂的民族信念 甚至呼籲下一場抗爭一場戰爭 要做好心態和技能 就算是 其實就算是 就算是 只是一個口號 有很多辦法 是的 所以他就說 他們說這個抗爭 要對準港共政權 也要對準中共政府 所以就是很明顯很清晰的 顛覆國家政權的情況 所以就怎樣都要鎖 我想這樣說 對於法律不是說得很詳細 我解釋一下 其實他那件事件和證據是 是 是 或者是相關 或者是不相關 應該怎樣解釋 好嗎 你如果去 砍一人 你以為證據就是 砍那人 有沒有砍到 拿著刀 這樣砍吧 或者你如果 我解釋一下 比如說陳振聰 那些人 那些人 街上那些人 這樣說 要是有心 要是發猛 而香港發猛的人是很多的 你聽到那些 尤其是討論區的 亂講 我解釋一下 或者那件事 給你聽 為什麼 現在譬如說 陳振聰 那個 遺囑 是假遺囑 他就播了他生前 那些 郭元森生前 叫什麼老公豬 又跟他生幾親密 那些跟假遺囑 沒有關係 假遺囑最重要就是看字跡 那些是否他寫 但是因為那件事 是一個旁證 證出他那些事情 是陳振聰的機會很大 就是說 是幫助到他的證據 譬如說 一個人有沒有強姦 那他們在 殖姦有沒有拖手 或者在電梯裡有沒有寶寶 那些其實跟他有沒有強姦 是沒有關係的 但問題是 那個就會旁證出 他那件事是有沒有做 就是說一些比較旁的 有助於事件的一些證據 去證明這件事 因為你不只是看這件事本身 就是說現在他這件事 他有沒有顛覆政權這件事 可能你無端端 叫了一下 公奉香港時代革命 你 不是代表你什麼 可能你突然間 叫別人或者玩 這樣說 那現在你是代表 你有無數的小事 證明了這件事 你是 有組織這樣做 就是你有100件事 那就是說 你說你很愛你老婆 但是你打你老婆 那你算不算愛你老婆呢? 不是啊 其實我什麼都給他 對他很好 但是那次我真的受不了打他 OK 那於是你說 我只過一次打他 那不算不愛 你不是過一次都不計 你不是只計過一次 那於是說一萬件事 那一萬件事 全部都是好小事 這個是一個 分析方法 那些人連基本的邏輯 基本的分析技巧都沒有 說這些人 可能香港的人多廢 明白嗎? 我解釋給大家 那一件事 不是啊 你前兩天 你前兩天 就是罵你老婆 再前三天 你又刮你老婆一巴掌 然後你好像 上個月 你又沒有給家用 那些小小的事 你不停找些小的事 證明你 去堅實你整件事 明白嗎? 所以那些事當然有關係 但是香港的人 是不懂法律的 明白嗎? 你可以證明那些人 水平是多低 這些當然有關係 就是顛覆國家政權 是很大的罪行 你偶然做了一件事 我不可以告你 顛覆國家政權 我剛剛那一夜 我家裡有把刀 或者有些火水罐 你最多叫我床有危險物品 你為什麼叫我顛覆政權 不行啊 顛覆國家政權 是一個很整齊的行動 明白嗎? 你一定是做了一百件事 我才能告你顛覆國家政權 那一百件事可能是小事 但是那一百件事 加起來就變成大事 所以整個人是完全不懂法律 是發盲 按鈎的 整班人 明白嗎? 然後就做夠膽出來說 特別是思想反 其實怎麼會有物證呢? 所以有很多事 都不是直接證據 一定要旁證加起來才可以 沒錯 就是這個意思 你可以說 你可以說 什麼事情 但是你可以說 用其他的理由去說 其實他做了很多事情 但他實際上沒有做過 任何外國的事情 但是問題 就是他本身這個分析方法 說他們那些事不是證據 本身就是按鈎的 就是 魷魚絲、無肉腦、朱古力 大家家裡都有 我不相信 國安處會嚇你們嗎? 一定做了其他 魷魚絲那些不是 那些是因為應該是 監倉裡面用的 監倉裡面用的 就是你大量去支援監獄裡的 肉物品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 correlation 因為他是 他這個魷魚絲 那些就是 就是 那些東西就是 你要去證明他那些東西 不是拿來自己吃的 然後證明他們有探監紀錄 帶了入獄紀錄 於是你為什麼 你要大量去支援一些 在監獄裡全部都是這些 一些這樣的 因為犯了國安法的人進去 於是你去做了一個 這樣的大規模的串連 那你就是 對付國際政權 有人就會提出 其實如果這樣 就會令某些組織 裡面吸收到一些信徒的話 那為什麼不封鎖了這個窗口 他由懲教署去統一分配 譬如說每個星期 派一次糖果配給 或者朱古力配給 或者一定要親屬證明 這樣才讓他們進去探監呢 第一你沒得親屬證明 那個人和我好朋友 那個人譬如有女朋友 沒有親屬證明 女朋友證明很難 是嗎 你朋友沒得不探監 第二就是 如果 現在這些就是一個privilege 其實是 就是你如果有朋友 有家人的話 你就比較好 那你會是一個制度 就是說所有有家人的人 或者有什麼人 即是等於我現在統一發放之後 即是等於你在街上 任何食物 任何東西都不能進去 統一發放建築才是這樣的 是啊 他們打算是其中一個方案 不是 那你就是對一些人 那你對那些犯人更壞 明白嗎 原來你不准進食物 那他們對的好些還是更壞些 即是不准進食物 那監獄一定會給你一些更壞的 現在問題是你可以進食物 那大家有些溫暖 你是不是不准進食物 所以那些本身是說不通的 其實是更壞些的 你是不是想不准進食物 統一發放 是啊 這樣就糟糕了 但是有人會關心這個 會不會成為一個制度流動 所以他們就希望堵塞這個流動 我相信 你每一次堵塞制度流動的話 都會有人傷害 都會有新的制度流動出來 是的 講完這個之後 也講一下 早兩天選委會的情況 新選舉制度之下 大家如火如荼進行 亦都選出來了 唯一一個非建制派 就應該是迪志遠 另外一個是周博言還是周延明 就不太記得他的名字 因為他都選不到 那選完之後 大家終於 講完之後 就有兩位前政協副主席發聲 董建華就高渴新一帶的選委 亦都希望他們積極融入國家大局 和做一些專業的議政文化 那梁振英就說 其實這個也代表著 即使是商界巨子 都要旅行職責集入人群 還有就要希望那些選委多些落區 那麼 全國維護研究會的副會長 楊小卡也都說 其實新選舉制度之下 確保了其實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都是外國人擔任的了 但是就希望特區政府 未來幾個月在民生上 有政策有表現 可以提升市民的選舉意欲 但是似乎選舉這一刻 本身他那個 就表現不到他的施政效能出來 即是點票都點了 我都為數不少 現在其實就是這樣的 他說好像因為有電子派票的問題 出現了電子派票的問題 所以那些事情做不到 但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樓前是怎樣 他說出現了電子派票的問題 因為馮華一向都不相信電子派票 所以他就沒心機去做 那跟我昨天那個 這個就是今天傳出來的消息 今早我在見你之前看到的 但是問題那個電子派票就是 那件事就是跟我昨天 憑直覺想出來 我馮華沒心機做是一樣的 整件事不是很昂貴嗎 你本身整電子派票 就是希望方便大家做事 結果更加複雜 他不是 但他不是昂貴 他見事不是昂貴的 因為電子派票是應該的 但是你任何應該的 你在有沒心機的人做事 就變成壞了 即是你根本不支持這個 那你就熟悉了 因為昨天已經說他沒心機做 他是黃絲 他沒心機做 但原來他沒心機做 是因為根本不支持這個 就是當時不如退休 所以其實問題在馮華身上 查了馮華就沒事 跟我昨天的結論是一樣的 那一天就非常混亂 混亂到什麼地步呢 其中一個電視台直播了一個案 就是拍攝著那個網 那個網拍攝著是什麼 那部機器長期說沒有紙 沒有紙 沒有紙當然要進去 結果整個小時都沒有人去進去 所以那部機已經停了整個小時了 見事就是這樣 其實那個大報局是對的 所以完全是馮華的問題 因為大報局就是說 現在我能新的制度電子派票 我現在立法會搞不定 那我是不是要在選委那裡 四千多人試一試 拿一個小規模試一試 所以策略是對的 但你撞到那個混蛋的時候 你這麼好的策略也是沒有用的 你明白嗎 因為你撞到馮華這個混蛋的時候 你當所有策略 他根本就是不想 根本就是想搗亂 就不想搞 他就要證明你的電子派票是錯的 所以當你這樣搞的時候 他現在搞亂就證明你是錯的 他是對的 所以證明了由始始終 就證明了你咬掉了這個混蛋 或者是整群混蛋集團 如果不然你沒有辦法解決 或者問 現在距離這個立會選舉 都只剩下三個月了 這個時候林鄭換了馮華 可不可行呢 我以為一天都可以 你那是廢的 你那是不可以做的 那是障礙 你以為那些人 剩下的人不懂得做事 你如果換了馮華 大家會 其實應該就是 如果換了他 然後再給我做老闆 但我不知道政府能不能做 通常我會做的方法 那個太生氣的人 就 停你 咬掉了你 然後扣你薪金 然後你打官司 我明明是打了輸 不過我玩你三年 就是我不給你薪金 說那些長樓全部咬掉了 我當然知道你打了輸 不過玩你三年也好 很開心 讓我就會用這種方法 另外就是政內局 之前有很多選委想找政內局 問一下我進度 但發覺原來政內局 是沒有副局長和助理的 原來大家現在才發現這件事 是嗎?我不知道 這個 其實應該就算沒有副局長 或沒有助理的話 你都應該有一些負責 真的負責助理 每一個東西都是一個 因為他可能有十件事 有十個主題 都要每一個手下 去負責一個主題 應該就 無論如何 這次其實表演都算是 可以用差去形容 因為始終只有四千多票 因為馮華本身就是一個差的人 當初叫他做電子店 或者叫老人排隊 那些全部都不製 是做了國安法才製 本身就是一個垃圾 因為你從林鄭月娥 用這些垃圾之後 你就知道林鄭月娥本身就是一個垃圾 所以他還想連任 如果這樣繼續下去之後 垃圾政府是繼續的 不知怎麽評論 講完政府之外都講講講支聯會 最近支聯會從強硬回應到現在都走向解散的邊緣 李卓人和何俊仁 即是兩位支聯會的大佬 一個主席 一個副主席 不知道是前還是現 通過信經公開呼籲 其實支聯會應該主動解散 當前社會的環境認為支聯會解散是最好的方案 據他們所知支聯會已經在9月25日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希望成員團體代表支持解散支聯會 多謝大家 這個程序就進行中了 但是昨天商台負責港鐵新聞的時候 打錯字變成工聯會解散程序 結果當然擊倒工聯會的人 郭偉強專門出Facebook去譴責一番 但不知道是否罵錯人 不是罵了商台罵了第二間 是嗎 即是說首先商台就將官李大了 然後郭偉強就再將官李大一次 但郭偉強我們要原諒他的 因為郭偉強在正題反脫風火除瑤四大八仗之中 他是屬於火仗他打過 他是火仗來的 他打過的話 他是不應該出來說話的 應該是負責把陳志全扔下去踩兩腳 扔到地上 他不是負責打 他不知為何突然走了 他應該是留給一些風漲去做 你知不知道正題反脫風火除瑤四大 不知道 千門八將 這些東西有八種不同的專業 其中一種專業就是打 明白嗎 就是打架 風就是放風的 搖制 就是communication 而搖制謠言 除就是幫你脫身 正就是正將 就是四大家族的正將 就是表面上是正經的 那就是反正題反脫 提就是帶你去 帶你去 帶你去 帶個人去被你騙 那個就是提 就是做銷售才是提仗 可以嗎 大概就是這樣 那支聯會解散 其實都說了很久 都沒什麼很值得回應 其實主要都是 提醒一下 和講一下這個支聯會 試著做工聯會 是 那些人各個都是有心 就算不是有心 大家都當作有心 因為商台一向都反中靈港 那最後講一下 你沒辦法 別人 如果給我的話 英國政府養大 公書教學養大 養到你這麼大 你沒辦法 你還有什麼辦法 不反中亂講 對不對 公書教學 搞到你養到 河船家族這麼肥 這麼肥肥白白 對不對 商台反中亂講 假設他會有的話 那就正常的 那是私人公司來的 不正常是港台 就是香港電台 收政府糧 應該這麼說 私人公司的話 都是不正常的 但問題就是 沒有這麼不正常 就是那個程度 相對輕一點 那個程度 是的 就是和戀童匹 和CVLQ 那個分別 是連環殺手 就是戀童匹 也不正常的 但是戀童匹 也不正常的 當然是連環殺手 不正常的 最後講一下大陸這麼生果 大陸再禁了這個 息家和戀母 和戀母 息家聽說是類似荔枝 還是類似荔枝的物體 其實我不太懂 這些生果 基本上都沒有怎麼聽 當然 三大主力水果被禁 台商都叫救命 應該都要轉行 搞不定 因為之前說 禁菠蘿的時候 趕著一班船就可以 但是現在中秋年假 基本上 準備登船那些 都因為放假 登不了船 最後 都過了禁的日期 你送過去都進不了 所以基本上 這一波的損傷 比之前菠蘿那一單 之前菠蘿大家吃得很開心 還好 我們還賣得多了 市場預期 市場預期 現在這一批新生果 會不會賣得多了 你說呢 很難 其實大家是實口硬 但是 有幾樣東西 第一 就是有人跟我說 因為大陸是說 你不合標準 有些不知什麼蟲之類的 大家都說 其實台灣生果 本身水平就是一半的 就是 因為我吃日本的 所以我當然覺得 台灣生果一半 而且本身的競爭力 不是真的那麼強 雖然他在日本學了很多東西 但問題是競爭力不是那麼強 我就不太知道 因為我很少吃台灣生果 台灣在我來講最出名的 當然也是鳳梨 但是 其實台灣生果 到了最後 你沒聽到韓國瑜 那些上位 那些全部 其實台灣生果全部都是 政府搞的 所以如果 譬如香港 我知道很多 反中聯港 當時很多人 他沒事做 台灣就說 給他生果代理 那些 就是台灣的水果業 就是 一個特務機構 你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人 無端端 做了台灣水果代理 所以他本身就是一個政府機構 而且和政治關係很有關係 所以他打 政府打台灣的水果 他說的是對的 因為我看到很多香港的 尤其是那些年輕一輩 反中聯港那些人 很多人做了台灣的水果代理 那你就明白 為什麼 你23歲走出來 告訴他 做商人的 剛剛大學畢業 做什麼 台灣水果代理 你明白 就是這樣 所以台灣的水果 他應該和 所謂韓國瑜 就是他們那時候做的 是統一發放統一去賣 在一個特務機構做的 台灣 我聽過就是 芒果比較漂亮 當然 其他的品質如何 你看那麼多鳳梨酥 你就知道 鳳梨不知可養 只要有加工食品的話 就是那個原材本身不知可養 譬如說 為什麼日本那時候 做卡洛比做得那麼出色 是因為那些陳年的薯仔 放在窄窗窄太久 你就用薯片處理了它 但是日本就無論如何 那些東西就好一點 對 台灣菠蘿搞不定 就直接做鳳梨酥 買出去 這個是關係 我覺得 對此 台灣當然要反制 台灣政府甚至用來 就是打飛機 就是說 台灣現在就會得挑紅 控訴 而且是以會員國的身份 向中國會員國提出控訴 對於台灣來說 是有國際意義的 就是 張顯中國和台灣 是互不隸屬的 獨立關貿機構 以及以農產的損失 以台灣提出10億解決預算 擴大內需增壓外購 就可以打敗中國的無理對待 都非常聲大 就是很嚴重 比較嚴重 那些人會打敗 應該會被人打敗 但是 其實阿爺看的 台灣的本質 看了你很久 明明是政治玩你 但問題是 它在技術上是擊到你 你告訴我 你吃的台灣生果也沒問題 啊 沒有那隻 不知什麼桂植 實際上是證明到的,很難抵抗 那個界好像一向都有 以往因為要出於統戰的關係 就賺開賺弊 我明知道你賺開賺弊,我為什麼要弄好它 所以現在做理也無往而不利 所以大家覺得統戰可能會吃虧 這家事跟溫水煮歪一樣 入了搭的話就下了搭 如果不跟著風向走的話 到時不用特意做你,拿著來做 你都已經一身矮了 是 所以今天這個要問暫時都到這裡 好,多謝大家 好,講完環節 首先第一單就 未不開的,特別是本台 也是炒股為主的台 就說一下 本地地產股的報社 其中一個是恆比的蔡一成 新聞報紙甚至形容 這個四大家族蒸發了五百多億的身家 為什麼呢 因為路透社日前就報導說 中央要求香港地產大新守規矩 以解決本港住房短缺 其他報紙都有這個配合 包括小姐最喜歡看的那份報紙 今早就出了消息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習主席在這個內會說 商界,即是地產商 左右香港治港的情況 已經一去不復反了 大家市場就受到直接的衝擊 基本上大家射了都超過五百多百 那整件事就是 還有那個 首富家族 江森新聞報紙 另外有一單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有一個首富級家族 他報紙沒有說是哪個我們都不知道 首富級家族 首富就只有一個 但首富級就不知有幾個 是的 首富級家族請了國安公署專員過來吃飯 在飯學裡面都說到 大家之前在修例風波期間 有些不理解 有些誤會 其實我們不是支持黑暴 我們說的東西是不支持黑暴的 他們說的東西 因為其實他所說的一些支持 其實也是在修例風波出來的時候 只有一個家族說的東西 公開報紙有登報紙發言 其實就是 我們不會特地點名的 不要阻礙人賺食 總之現在 不要阻礙人求生 現在他求生意志非常之強 不知道那個餐飲食了多少錢 我想吃多少錢就不是問題 吃飯吃多少錢是絕對不是問題 已經不牽涉到餐飯的價格問題 但就剛才你說 精神發了五百多元 你知不知道 四大家族有多少錢 這個我不知道 我想大概有 有沒有三萬億 我想三萬億就肯定有 那煎發了五百億 這個對他來說完全不是一個數字 所以就完全不是一個問題 問題就是會不會去處理這件事 你會看得出 在什麼地方 甚至施永青會出來說話 甚至梁振英也出來說好話 去到級別 梁振英也要出來跟他們說好話 都說其實他們不可以一足夠打死一船 因為對他們是很重要的 大國為重 我們都是不可以 類似是這樣 都是不可以對他們 都要他們參加一起見港的 我想這個問題會出現一個問題 在國安法立黑暴之後 國安法立了之後 他們一直都是在做相同的事 死到臨頭都不知道死的 他們明白嗎 問題在這裏 他們完全沒有想過任何小小的反省 是在國安法立了之後 是直到這個星期才作出反省 所以問題就在這裏 即是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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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正去做教協 做支聯會 做所有的反中聯邦機構 他們才做 我很奇怪 為什麼他們的政治敏感度 會去到這麼低 對呀 不是吃這碗飯品吃的 為什麼還可以這麼低 問題就是 為什麼政治敏感 大家是當沒問題的 然後是西湖哥沒什麼時候有的那裏 有沒有聽過 好 即是把杭州當變州 即是西湖哥沒什麼時候有的那裏 還在那裏 還在那裏繼續開派對的那裏 我覺得 我比較覺得很奇怪 整件事 不是因為 不是因為他們跌了 或者我們都完全對於中國去 對付他們 我覺得一些 驚奇都沒有 問題就是 為什麼他們那個政治敏感度這麼低 我覺得有兩個堅信 第一就是堅信一國兩制 第二就是堅信這個政府 做事效率低下 所以與點大力升少 不會碰到他們 但問題是很明顯 立國安法之後已經不是這樣 我們看事是看往職的 往職政府是廢的 這樣他就繼續堅持 他們控制了整個政府 這個問題就在這裏 聽說昨天美股也有跌了六百多點 其實會不會跟這個有關呢 跌得太少了 跌多兩天再說 跌多兩天再說 即是記者線條等下人 大家不用怕 說完這個 為什麼要剛才說 等等 我們現在停一停 我看看現在香港跌多少點 好 我們可以繼續說 投資訊局 這樣可以說 即是跌了很少 暫時跌了一天 跌了幾點 不用理會 其實只是條頂 連恆大也說跌了很少 恆大跌了那麼少 因為之前已經跌了很多 你不能一天 你們一天說 報息30% 其實跌了90% 再跌30% 那你就不太奇怪了 所以你不能看一天半天的股票 OK 剛剛說到地產商的問題 因為地產商關乎住屋 住屋是最直接 關乎香港的法令穩定 現在說一下住屋的東西 就是關外基金的改善居所環境 為什麼呢 就是基層市民要屈居於劏房 忍受我們的居住環境 所以關外基金提出了兩年的遺證 提供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 協助劏房戶改善生活 因為你不改善也不行 如果免得去劏房的話 起碼幾萬人沒有屋份 但是最近發現 其實不少的劏房戶 擔心這個資助項目太貴 甚至怕拿了之後 會令到自己被加租 所以基本上都不拿 本身這個劏房 打算做什麼 簡單家居維修 買傢俱和滅室滅藏 打算去試一下居住環境 但是 沒有選擇這些服務 為什麼人們不選擇呢 是因為擔心工程價錢太高 不想花錢進行 覺得很貴 也很擔心 就是幫業主處理之後 會被業主交租 或者直接租給其他人 就是省省 所以基本上就買家居居多 另外就是 其實這個都是死局 你這樣搞法 始終都是不行 現在租務館就在談 但是就不知道什麼時候 租務館就行夠了 你不增加供應 你拿了租務館就少了一些劏房 那些人就說 本來劏房做四間 不如一間中美人好過 那就更糟了 更少了劏房 更糟了 根本上你不解決了那個叫做 你不解決了那個叫做供應問題 基本上所有問題都解決不了 這個是一個很 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當初的時候你讀 我都說了你讀中史 近代史 讀到 國民黨不讓人頓職居旗 那怎麼辦 不讓人頓職居旗 那些賣東西那怎麼辦 結果人家就不賣了 是不是才對 你不可以行政手段做了 但整幫人是完全對於 基本的經濟學完全沒有知識的 所以他們以為是可以能夠解決問題 實際上解決不了 我這樣說 如果你是做了租務管制 會死得更快 當初的時候 香港的租務管制 在1970多年的時候 我記得我以前住的大廈 建了十幾年就拆了它 因為那棟大廈是出租的 個個都租務管制 個個都不肯加租 不如直接拆那個再建 本身是一個弱智反智的東西 但是香港就因為出現了太多 就像羅智剛那些那麼低能的人 真是蠢蛋 那些賤人 那些160個智商真是沒有用的 這些智商 讀書識字 識字真是尋死路的 這些是基本常識 你不夠市場去搞 你現在搞了所有劏房的解決 總之問題就是增加供應 這麼簡單 再不可以幫你住公下 建多點樓 拆卸重建 就是這麼簡單 這麼簡單 不停收手簿 不是地產 要是地產爆權 要是人蠢 要是人蠢 就整個社會都蠢了 智商是不關蠢不蠢的事 如果要拍藥字 或者沒有讀過書 200都沒用 周遲200反而更蠢 跟讀書無關 你猜狼智剛讀得輸少嗎 你對社會有少許的理解 或者對上色性的理解 專家不要食肆 那個阿泰都會說專家食肆 問題就是很簡單 沒有供應 那樣東西 譬如你發生旱災 或者勞災 那根本沒有米食 你用怎樣價值管制 你怎樣搞都沒有用 你唯一還可以好一點的就是 你就是中央發放平均分配 打仗的時候用什麼方法 就用這些方法 你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中央管制 那個就可以的 你收回所有地 叫你家整間房子 給30戶出來住 那你就可以的 另外就是 一些工地 或者近年有人提出過 就是貨倉屋 就是那些貨櫃屋 之前就因為消防問題就不給了 那現在的話會不會考慮到 貨倉屋其實就是等於 其實跟工廠大廈來住 我看不到有什麼分別 就是可不可行 跟工廠大廈來住 我看不到有什麼分別 為什麼可行呢 但是問題 你只要記住 增加供應 無論任何方法都是可行的 只不過你會有消防問題 你就會犧牲別的東西 是很不安全的 以前有一個火需罐 但是現在一爆炸油氣 就知道你會死的 是很不安全的 人窮命戰有什麼辦法 明白嗎 人窮命戰 麻屋也要睡 以前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人窮命戰的問題 就是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你要讓那些有錢人 不要去荼毒那些 市面上愚蠢的社會大眾 我自己還在 報紙有專欄 那些意見領袖 也不要這麼愚蠢 大家聰明一點點 明白嗎 不要整班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說 消防問題我覺得真的不是問題 難道劏房消防問題就會好很多嗎 是的 我覺得消防問題不是問題 當你人窮命戰就是這麼簡單 你消防好過不能住就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 以前沒有屋大居住 東京大火災 死亡幾十萬無家可歸 是一樣的 你人窮命戰 好過不能住 好過睡街就是這麼簡單 如果不是你睡街的話 你就會讓別人在隧道 在隧道 在隧道 睡覺 最重要是多了 對 對 你就是這樣 大家說了 雞話 整班地產商 或者那些人 等於我今天來的時候 我和你一起的時候 說要蓋隧道的問題 你說收回隧道 我收回隧道當然要蓋多條 是不是 拿點錢 但是在你們那輩子之中 大家已經覺得收回隧道是唯一方法 但是證明可以整個輩子 被人洗腦洗得多厲害 我行東隧 蓋多條路都行中軍澳 是不是 塗回去張軍澳 就是之類 對 那你就解決問題 為什麼要收回隧道 但是當時沒有人會 沒有人會說蓋多條隧道 那些人只會收回隧道 因為本身 本身社會正經要自在 可能有篩稅股份 就是和拆彈專家的情況差不多 沒錯 另外也有些人會問 現在反正旅遊業也要開業而無期 酒店也要深受打擊 可不可以等一些 劏房糊上去酒店那裡住幾晚 以便宜租手段住在賓館那些 是可以的 但問題如果要開店 那接著就扔它走 那件事很慘 所以很多人都不是 都是偶爾 這樣說好不好 我認識很多人 譬如你住在元朗那些 他出來 他現在因為太便宜 他現在很多時候 如果出來做事 譬如兩百多元 那兩百多元便宜到 他會住一萬酒店 很多現在都會住一萬酒店 但是你搬了出來 然後九個月之後 沒事之後 他就搬走 哪個國題出來的 暗糕 這個世界上就是出現了 那麼多暗糕的人 明白嗎 那他就搬走 他說不行的嘛 那個人的公屋 那個人七十歲的婆婆 現在說家裡的人都搬走了 你都不可以叫他搬走 那件事是一個人道問題 comment sense問題 然後你叫貨店派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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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 那就是最近也有幾宗那些業主立案法團的爭執 那其中一宗就是採疑 那另外一宗就是這個 將軍外的採明院 那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說 那很多的 就是最近因為法團 就是物業管經理 就是物業管經理偷錢 甚至有人偷了幾千萬 那所以有部份業主就覺得 所謂自己奧願自己救 那就是二組法團和業委會的參選 那其中一當就是採明院 就是做了這個挑戰 就是挑戰他現在的業委會失敗 那業委會事後發聲明就是說 那什麼事呢就是說要搶票箱的問題 那因為就懷疑有人投票的時候 就是卡票箱 就是搶票箱衝突 那業委會就說已經補警被警方救助了 那當然居民當然不覺得自己錯 那他就說 投票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 投票的時候 無緣無故被人吸氣 那吸票就是無緣無故說終止投票 那當然不強 那總之雙方就派人在這個追逐 那然後就跌倒 那事件就曝光 那最後呢 業委會就首先發通告先 那就把碼頭指向居民會 那所以居民會就很不強了 那總之呢 大家現在就口同鼻爭 就是證明呢 就是選舉這些事呢 是會 就是牽涉的利益 就一定會牽涉 就一定會是有這麼大的 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那我的問題就是 這個採疑究竟他有多少 有四千多份 就是有四千多個單位 那我想所牽涉的錢都很大 所牽涉的利益 或者所有的權力都很大 那所以才會有一些 就是大型屋邨會有這麼大的問題 是的 那也都是 我明年是一個選舉的過程 或者所有的事情要處理 要處理 要處理 那些選舉過程究竟這麼公道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是 不要理 不要理屋邨裡面的事 那就被一小撮人控制了整件事 尤其是有些你不在這裏自住的 你有很多收租的 你有很多收租的 那就不要理 不要理那件事 特別是 之前其實都傳過很多單 就是什麼呢 有些立案法團又不公開 有些就自己圍內公司 自己吃了一條數 提供的服務又不到位 所以現在就越來越多 這些聲音發出 但是相應地 就是因為有這個叫做 業主立案法團的爭執之後 就是那個叫做 爭損的之後 似乎又有一些的 政治勢力進入了這個屋苑 很貪腐 賺很多錢 政治勢力也不利都是錢 因為當你沒有政治的時候 就唯有用錢來解決 補償一點 就是老婆說老公出去滾 唯有撻多些錢給多些家用 OK 沒有什麼好說的 就說一下 今天就是中秋節 應該是今天 中秋節 本身就不同地方都有搞這個應節的活動 包括是什麼大澳 大澳就之前搞了一個 大澳水鄉花燈節 但是似乎就不會在中秋節和明天 就著燈 也就是說正一就不著燈了 為什麼呢 就因為說 搞活動的時候 早幾天就開始搞了 但是很多遊人進來 導致在橋上有人逼人 另外也都令到居民很難回家 為了顧及這個安全和大澳居民的需要 所以就關燈了 變相這個活動搞完之後 反而大澳今晚就沒有燈看了 今晚沒有燈看 那我想要出外面看吧 可能不可以在大澳看 本身大澳是因為水香 又有水 看著燈 大家就會覺得很浪漫 有上元節的味道 你有沒有去過 大澳也沒有 中秋節好像不是上元節 不是 但是都是一樣那麼多燈 OK 中秋節是中元 是啊 中元 在什麼來講 在中元來講 應該是 7月多 中秋就是8月多 中元就是7月10 中元就是 7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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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很大件事 日本中元節很大件事 俄邦很大件事 因為去到日本每天玩 上元節都很大件事 那時候 就是 總之現在沒有燈看了 非常之傷心 也有人說 其實舉辦活動之前 跟各方面溝通過 但是要求這個 他們覺得 義工到那裡限制不到公眾 公眾都未必聽義工的安排 希望警方增加人手 但是警方似乎就抽不到人手出去 去大澳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搞到要關燈 變成很不浪漫 警方很明顯 是因為不想教這些 如果你說 在大澳發生暴動 看看是否抽到好人手 無論如何 搞活動本身就是打算預計一些事 但是我本身就比較吸引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可以這麼吸引 因為 進去也挺不方便 是 我記得那時 你進去 是 小陸的時候進去 那時 學校的活動 但是坐那輛車 坐到 我之後 那三四年 對於坐長途巴士 都有一個 不適應的感覺 坐了多久 那時進去好像坐了九個節 但是因為全部都山路來 坐了想吐 當然最後沒有吐 我好少坐 我基本上沒有試過坐 坐這些交通工具來吐 但是那次是 接近最想吐的一天 不過就 但我的豆腐巴是挺好吃的 這個是 值得說一說 就是很好吃 沒有什麼好說 好 多謝大家 很難得的 你知道周顯大師寫一本書 叫做中定版 又是那句 上我們亞洲電視 買齊八本 大師簽名版 都是三百九十九 說真的 這麼棒的東西 去哪裡找 真是好看的 真是好看的 那我們誠心推薦 兩岸國際 首先講一下第一單 比較大單 就是加拿大大選 加拿大應該是昨天大選 今天在點票 剛才看都是在點票 那麼認真 剛才還在看 對 剛才剛剛錄到 為何無緣無故有大選 因為2019年才大選完 兩年多 加拿大有沒有發生 什麼暴動 有沒有這個國安法 為何無緣無故 沒有特地成立新的國安法 為何無緣無故要大選呢 因為原來杜魯多 就八月解散了國會 提早大選 那為何要解散國會呢 就是因為之前 杜魯多的政府 即那叔叔自由黨 就拿不到半數 是小杜派政府來的 最近加拿大的抗疫勢息不錯 希望拿到民意支持 所以就解散國會 希望拿多一些議席 但是似乎他如意算盤 我帶你講講 國會制的一個狀況 就是多數國會制的國家 是 譬如英國、日本那些 都可以由執政黨 決定任何一個時間 再大選 所以隨時決定 選你最有利的時間大選 而非執政黨 你就都會 譬如現在四年一次大選 就是一個最終的時間 但其實隨時都可以宣佈大選 他覺得這個時候有利點 就算多一次 那就玩多四年 可能還有兩年 但是如果非執反對派 都可以的 你會投一個 不上票 那就由頭再選 其實可以隨時大選 如果2012至14年期間 大家依稀有印象 曾經是梁國雄 要求梁振英解散 立法會重選 因為那時梁振英就說 這個反對派得不到民眾支持 那梁振英就說 如果你覺得真的不支持的話 那你解散立法會重選 我們再看一個 那個理據或者那個 原理都在這裏 就是 就是 行政首長可以要求解散 議會 然後再重選 重選的時候 看看自己的支持者 會不會開到半數 那麼 杜魯多都是打這個算盤 但是 不是很成功 因為 民眾 雖然很滿意你抗疫的表現 但是 就是 他們覺得 你抗疫都未完全成功 你無端端搞什麼 又不是說 有些什麼特別重大議題 要去做 然後選了兩年 剛剛好 恆穩致遠 你無端端解散 你不是想玩 玩死大家 另外就是一些 叫做 抗疫和房屋部分 到了很多政府 希望 推動企業和機構 強行要求 僱員接種疫苗 這個 都挺受爭議的 對於 對於西方人民來講 另外就是疫情 導致就業率 特別是女性就業率下降 基本上跌了很多 也都成為了一些 叫做吵架 還有房屋房價 加了幾成 所以 本身 杜魯多也覺得自己 一片大好的形勢 但是似乎就不是這樣 現在據說就是 應該是大家在爭持著 我不太知道的狀況 要等選出來 就這樣 但是我覺得 杜魯多本身 他太親美 沒有為加拿大 取得最大利益 就是整件事 譬如說 把他最新的 AUKUS 就把加拿大 除了 雖然我明白美國的原理 但是我想 加拿大作為 美國的 作為美國的 附庸國 應該是可以 有資格 取得更加多的利益 之外做你的 你應該是可以取得更多利益 不應該 那些什麼 貿易戰 全部都牽涉到加拿大 實際上好不公道 最近也傳了消息 就是打算終止印度 孟晚舟 是 但是問題 好像都是要 孟晚舟成 認錯 罰錢 那些 所以 孟晚舟可能 都是 因為之前一直都說不肯認罪 都鎖太久了 如果是我 可能我都會付錢 就算數了 你不行 因為那個 那是政治問題 如果你普通個人 當然是付錢 但孟晚舟 我相信他是一個 很忠誠的 共產黨員 比他妹妹好得多 我們Alan對孟晚舟很高評價 他認為他有美貌 他認為他有美貌 又有美貌 我都對他 我對他的美貌 我沒有看過年輕的照片 但是問題就是 他對他的那個 這個 堅毅的話 就很高評價 都很久了 因為我記得 四五年有沒有 都好像有 我想兩三年 也都說到 有些媒體認為 這個自由黨勝出 就不是問題 但是拿不拿大選 基本上都很難 一定拿到多數二席 如果搞一輪大輪風 發覺原來 還是少數派政府的話 對於杜魯多 甚至自由黨的打擊 就是如果他沒有多度 就是他沒有多度 就是你再選過的話 一定要多了 講完這個之後 也講一下國內新聞 首先第一單 就是講什麼呢 就是 最高人民檢察院 就是進駐了 這個金融系統 就在這個 中國證監 委員會那裏 整了一個檢察室 也可以說 國內首次 在金融系統裏 整了一個檢察室 就是進駐了中證監 最簡單的問題 為什麼無端端會有一個 檢察院進駐中證監的情況出現呢 應該這樣說 不好 為什麼無端端不轉 因為從來中證監 那些人一直都說 中證監 本身的地位是很低的 在中國國家的地位 那個地位 就是證監會在國家地位很低 那樣是完全沒有力 所以現在最高入委進駐中證監局 反而是令到證監局的力量大一點 其實證監局的重要性和他在國家的編制地位之中 是完全不成正比 所以這個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人都跟我說 證監局實在太廢了 完全是沒有力的 是做不到整件事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必然的 都是大陸人和我講的 所以既然大陸人和我講 代表現在是一個必然發生的自然趨勢 或者這樣問證監局有什麼作用呢? 我看香港證監局好像不太做事 香港證監局也不太做事 拘捕香港人 即是大陸人和外國就不拘捕 只是拘捕香港人 香港證監局就專門拘捕香港人 明白嗎?為什麼不拘捕? 就是全部那些 而且就是所有的事 做事就是專門欺負窮小 所以到了前幾段時間 我想是兩個星期前 張華峰他們整班立法會都在說 你又說幫助中小企 為什麼要拘捕中小企 為什麼你只幫大型企業呢? 做很多事 專門做那些不等花的 又去逼那些創業版 創業版就不准轉主板 即是創業版轉主板 之後再申請過 之後再花幾千萬 那這樣搞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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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上市就是一千萬 現在上市搞到六千七千萬 都不做事 做了很多事你不知道 總而此搞到大家整個 整個市場冒淡 經紀賺幾千萬個月 我們中正監獄加入了最高的檢察院 其實都盡住 還有就是 但是大那些呢 大那些呢 即是那些一隻股票 你一隻股票一隻快手 他輸的錢 是超過這麼多年來 所有世界股加上輸的錢 但是快手就挨它上市的 世界股那些是拘捕的 明白嗎就是這樣 就是他們 然後那些其實全部的老千股 外國那些 那些完全沒有盈利啊 然後香港就業無足彎 完全沒有盈利啊 完全是 完全是騙的 因為他集得夠多 集一千億 那這樣就讓你上了 其實謝正監 就是專門捉那些小蝦毛 就是這樣 做了很多 那如果最高檢察院現在進駐了中正監 那象徵中國的金融的發展方向 現在要轉去什麼 我不知道啊 但是我相信會走回社會主義 那你和恆大阿里巴巴這些 最近有關係嗎 有一定關係 有一定關係 因為他們實在太離譜了 其實阿里巴巴就是這樣 恆大就是因為 所以他現在發現這件事太不妥了 所以澳門也用這件事 就是你這間公司很高借貸 然後賺了錢你就派了這些股東 但是那間公司很高借貸 就是很容易做 那間公司會限制你的資本比率 就是你借了十億出來做生意 然後那間公司賺了一億 你那一億呢 你就不用來還錢 你就用來分給股東 那整件事是不是合理呢 那些錢是借政府的 倒閉都是要還錢再分給股東 不是 你現在不是倒閉 還沒倒閉 但你有錢你就不還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恆大就是這樣的狀況 說完恆大就是 這個地產商亂了 都不止恆大一間 那還有其他的 那什麼呢 就是深圳農華 就賣了1500萬 1500萬豪宅 但是呢 現在又出現維權事件 就是業主就懷疑是欺詐 就寫了請願書 集體要求退房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說 那些業主就說 那其實你那個 一平方米 就是大概十尺左右 就賣了十萬 就是一尺一萬 那在香港來說算是一般價位 但是對於大陸來說 已經算是高價位 還有就是 農華是新區來的 就是類似香港沙田那些 那些狀況來的 就是農華是新發展區來的 我有朋友在農華很多 有很多地盤 那他就說 比農華就好發的了 那些 就是等於是新發展區 不是西部 或者羅湖那些地方 是比較遠的 非常之遠 因為其實我有親戚就住在農華 那裡 去那裡 都要坐一輪火車 不過那裡 都幾大 沒什麼人 都不錯的 那裡食物都齊 但是說回這裡 就是說什麼呢 他們就說 就是買你的金貿的豪宅 但是2020年底 就是給了錢那麼久 其實發現 你一來住不了住 二來就是發現 你那個 現況和你作出的承諾 就有很大的出入 那包括是什麼呢 就是說 本身銷售的時候 就保證會 就是買這個單位送這個學位 那包括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華東師範大附屬學校 但是呢 就因為最近 就說他白學進度不明 就是給不到這個學位 那出現延遲開學 那又發現 入貨即入學這個承諾 你是給不到的 根本是假的 2022年都不知道開不開到學 那另外第二就是什麼呢 原來你的房價呢 無故要裝修賣的 裝修賣之後呢 和你的政府備案價 基本上有出入 也就是說 其實本身不用那麼貴 一千四百萬買到的東西 你一千八萬元 硬吃一百萬 要特地焗你的裝修 那另外就是 甲船鈔 那臭啊 流煙啊 流水啊 私工物質差 也都不可以 對外銷售啊 那就是 這些情況都太多了 那由於這些問題 太過分呢 那所以就決定集體 要求退房 那當然啦 如果賺錢的話 如果賺錢的話 就不會要求退房 那當然啦 如果賺錢的話 就不會要求退房 就不會要求退了 對不對 這個自然啦 但問題是你被人吃著 即是你不想要那件東西 但問題就是 如果賺錢你一定要 但問題就是 你被人吃滑了 就是你那些東西做得不好 但是那些東西做得不好 我估計很大程度上 現在很多辣味 都是因為現在房地產不好 所以就很容易爛尾 很容易發生這些事 我相信 在整頓期間 很多這些事情會發生 那就是最近地產商 特別是內地地產商 出現了很多的不利消息 那其實是故意放風出來 還是本身已經這麼差呢 不利消息就是本身已經這麼差了 本身已經這麼差了 就是很明顯 就是阿爺就大力打壓地產商 就是認為這件事實在比較難忍受 嗯 那本身也應該有些不錯 就是之前我去不桂元旺的房子都幾正 現在近期是差了 而且始終你那些錢 就是全部都是高借貸貸 那它的槓桿這麼高 你是將 就是等於你借國家錢做生意 輸了國家的 贏了自己 那你是不是很不公道 所以就是劣幣褲足量幣 就是想著 製造一些那傢伙出來 反正你都是賣的 就算賣不出 我都是無本生意 是屬於無本生意 是 就是之前很多負資產 大家偷些錢出來花 去澳門島、嫖妓那些 都是一些這樣的方法 你無本的嘛 那當然是先玩了 中間還可以偷些錢出來 放一角 輸了到時候就關人鬼事 就是中國做地產 從來都是這樣 只不過是在金融海嘯之下 以後樓價升了十倍 足夠一次 足夠一次 那你保留負資產 變成正資產 接著再玩多次 那就會出現在 現在很多房地產商 或者你問 本身 最少在香港認知來講 地產商資格這麼強 是因為 政府給了一個專項 然後他們自負盈規 去發展那個地方 那如果反正 是不是都問政府拿錢 為什麼政府不自己 承包了這件事 自己去發展呢 第一 你政府沒有其術 我這麼說 第一政府沒有其術 如果被政府做 是會更壞 這個就是國企 國企本身是做不到的 因為那件事是你自己 如果那件事 你是借錢回來 整個項目都是借錢回來 你不要認真一點 如果政府是做 就好像馮華那樣做法 所以你到了最後 你會發現 到最後你會發現更壞 他借錢給你去做是對的 我解釋我的朋友是死了 他是做跪離的 有一天我發現 我零三年就問他 那個人都說不到錢給你 為什麼不打他 吃了他的殼 他說不好 他一邊跑 他跑著來幫我賺錢 我雖然賺他 我一年賺他三十幾利息 每個月賺到三十幾利息 他說 那為什麼不好 他一邊幫我賺錢 我吃了他的殼 我吃了他的殼 我還要想怎樣賺錢 我還要想怎樣賺錢 我還要吃他 他幫我賺錢不好嗎 所以政府就是 別人幫他賺錢 其實本來是對的 但問題是 他想玩空手道 那些人玩空手道 那些人只要不出來 那就不行了 你以為自己出一些 有來有和 原來是 我借10億給你 你拿8億去做事 自己花了那兩億 那你真是很惡搞 總之有一億是給了政府 相對官員 那你做得很惡搞 我出大出勢 如果譬如你做生意 你有什麼做生意方法 要別人老闆肯投資 就是說 我很有信心 我出一百萬 你出三百萬 你支持我行不行 老實說 你也出一百萬 那我盯緊你的錢 沒問題 你的老闆會舒服很多 但你現在那些全部都是 惡棍 都不出 借錢還要偷些 那就會很惡搞 始終還有些分別 雙家雖然無傷不貪 但始終有些實跡 CIA要去打爆英國 都在索羅斯出手 CIA也不會自己出手 難道CIA自己出手 你也要用白手套 去出手 而且還有就是 老闆如果仍然借貴你的 我借貴你的 給你去炒股票 那監獄是你坐的 OK 好 講完這一個之後 也講一下娛樂圈 最近對於娛樂圈的 限制都越來越多 加強演員管理 包括什麼呢 就是有發了 旅遊和文化及旅遊 報出了文件 居然不是宣傳報出 旅遊和文化報出 要求演員自覺實行 這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做一個德藝雙興的文藝工作 亦都希望 對這些演唱活動的違規 譬如假唱等行為 咪嘴等行為 有雙刊強罰款 措施都挺嚴厲的 就是說 一直以來 一段時間以來 文娛領域出現的藝人 違法失德 犯圈亂象等問題 爆壞行業形象 影響社會風氣 希望 人民群眾的反映強烈 所以發了這些文件 做好粉絲正面引導 也要求經紀公司 工作室加強對粉絲應援的 正面引導等等 一大堆措持嚴厲的文件 最簡單的問題就是 現在咪嘴都不行 咪嘴都不行 咪嘴都不行 還有我看到很多 很多糧炮已經開始 練大字 對上一次 我記得就是 七十年代 美八十年代的頭 那天開放初期 本身唐國強 是做奶油小生的 結果進入了高倉健 進去 威猛的形象 就失業了國人的心水 所以唐國強想不到 要轉型 所以才去了演毛澤東 和諸葛亮 是 這麼久的時候你還沒出生 是 但我有看93年版的三國演儀 是 93年你還沒出生 是 還沒出生 是 整件事 我想 咪嘴當然是不應該 但是以前的時候中國 反而 這樣說好不好 以前中國 其實那個藝術水平很高 你看到很多 譬如劉詩坤 或者彈鋼琴 很多 或者是巴雷舞 都是那時候彈起來的 但是他們發現那些藝術水平很高 跟著很多歌唱家 都是那時候出來的 在七十年代 六七十年代的時候 然後呢 你會發現那些唱歌那麼高 那些藝術那麼高 那些拍攝那些藝術 那些港產片 完全亂用來的 不懂得演戲 那些劉德華 然後就殺到那些 那些不懂唱歌的 就發現原來這些沒有用的 就是明白嗎 其實他們當初的時候 就是這麼注重技術 結果就是被你們那班人 殺到那些不留 所以到時候才轉回頭 大家要忘記 大家經常忘記 現在我們有很多人 很多香港的人才 其實就是當時弄不甜 就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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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那些超級英雄片那些就難拍的 到時候你沒發現那些 周星馳總是說些無厘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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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殺到你騙格不留的 明白嗎 那些藝術家 首先鄧麗君也算了 跟著其他四大天王 照殺到你騙格不留 不是只是殺中國 台灣也照殺了 一度可以和日本亂打 所以你沒發現 原來時代風氣不是這樣 但是我看看他 他究竟是怎麼搞的 他那件事是應該的 但實際上那些人不是喜歡那些東西 人民不是出現 等於做政治 你現在很用心地鬥過政綱出來 其實是沒有人看政綱的 是最差什麼的 所以民主制度經常說 人民是必然選出最好 那樣東西是暗糕 人民是必然選出最差的 這個民主制度最欺騙人的地方就是這裡 這位人民選必然是選出最差的 就是這麼簡單 我記得中國文藝界經典戰役是甚麼呢 就是民族樂團 中央民族樂團在九十年代的時候 就用中樂打上維亞納的金色大廳表演 最後就用中樂去表演拉多次之進行曲 好像是不是宋祖英 宋祖英的金色大廳第一個在維亞納 不是宋祖英那一次 宋祖英是另一次的 這個應該是管賢樂 就是用中樂去表演 但是其實就是這樣 有一件事就是 其實金色大廳放水租就可以了 其實你都可以 以前是 三年前是不知道這件事的 大家覺得憑實力拿回來 現在發現原來人民幣都拿得到 沒錯 人民幣都是實力的一種 是的 無論如何 但是麥咪嘴如果想做到更好的效果 那又行不行呢 得罪說他08年驚傲的時候難度沒有咪嘴嗎 那又可 即是那一下就有咪嘴 你找那個人 你不是找一個做中藝 找中藝可能不是咪嘴 你找一個拍電影的 張藝就是拍電影的 拍電影一定是咪嘴的 就是你找一個做中藝的 他可能會對於這件事有一點尊敬的 但是你對於拍電影的 拍電影對於現場唱 是完全沒有任何尊敬的 因為他拍電影的 特別是這個內地電影 無論如何都要配音的 就是不說其他 只是普通話 因為你說得不正 普通話說不正也很糟糕 那我特別看其實 小咪嘴那幾套都是電視劇來的 是的 就是電影基本上都要咪嘴了 那我希望這個文宇都越做越好 就是特別是最近二十年 其實中國電影 你說有沒有幾套可以拿出來鬥呢 就是沒什麼 戰狼當初那麽值得 就是那麽高票房 其實得罪說 他跟他本身的quality 都沒有關係 是撞政那時中印有衝突 還有一樣東西 quality都有關係 你比其他那些 你比其他那些相同的戲 在相同的情況相同的戲 quality是高一點的 嗯嗯 那我希望越做越好 特別是現在其實 製造器也有了 錢也有了 那你反而那些屁越拍越差的話 那你就出不了圈 都說不過去 是的 是的 所以今天這個國際 兩岸國際都去了這裏先了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節目 記住like share和comment 還有記住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記住訂閱我們的亞洲電視頻道 its 你還先不信任 接着 視頻 現在